一的确认是当你犯罪犯罪,你会感受到罪犯,因为神的精神是在你的生命 上个主日的信息是什么?要忠心到底,活在神的同在中 那是上周日的信息 你活在神的同在中,你提醒自己的神在历经瞬间中都与你同在 如果你一直敏感于神在你生命中同在,我可以告诉你 这将影响你的工作方式,影响你的学习方式,影响你的公众生活 更重要的是,这将影响你的个人生活,你的道德生活 当你独自一人,无人知晓时,这将影响你做决定的方式 因为神的同在会影响你的个人生活,你的道德生活 神的同在将影响你的思考方式,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遗产 今天我们来讲中心到底的第二部分 中心到底,顺着圣灵形式,这是另一方面 这是同一个影响的另一面,活在神的同在中 你需要顺着圣灵形式 这什么意思呢? 圣灵告诉我们,一旦你信了耶稣基督 圣灵就进入你的生命 也是三位一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位圣父、圣子、圣灵 你信靠耶稣的那天,圣经告诉我们圣灵进入你的生命 神应许不离开你 唯一的问题是,祂今天在你的生命中吗? 如果祂今天在你生命中,祂有在管你的生命吗? 有可能祂在你生命中,但你却将祂放在一边 你有没有将你的生命降服于祂? 今天我想看看大卫王的生命 大卫王如何开始顺着圣灵而行呢? 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是如何搞砸,又如何修复的? 顺着圣灵而行,行走是一个命令 这不是一个建议 行走意味着什么? 你靠着圣灵的能力生活 你每一天都行走 这是一种敏感于神的同在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种降服于神 借着圣灵的带领的生活方式 所以顺着圣灵而行 就是在你的生命中 你靠着圣灵的能力而活 明白吗? 所以顺着圣灵而行简单来说 就是一种顺服的生活方式 一种顺服于神的灵的生活方式 认为神的灵是真实的 唯一的问题是 你是否意识到祂的同在 你没有聆听祂的声音 所以这就是这个行走的这个词的含义 这是一个命令 第二点,这不是一个建议 第三点 这是现在是行走 每时每刻的 你不是礼拜天与神同行 而礼拜一与魔鬼同行 所以每一天都与耶稣同行 每时每刻的 独自一人或者人群中 就是这里的语法 持续顺着圣灵而行 专指圣灵 这个英学是什么? 你将忠心到底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将不会顺着肉体的情欲而行 你看,试探是真实的 一旦你归顺了基督 就不要让任何人欺骗你 告诉你不再有任何试探 这不是真的 其实试探变得更加强烈 这也是为何你需要圣灵 还记得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吗? 基督徒生活不是艰难的 而是不可能的 基督徒生活不是困难的 而是不可思议的 举个例子 你如何爱你的仇敌呢? 圣经告诉我们 爱你的仇敌 向那些恨你的人行善 为那些诅咒你的人祷告 没有圣灵 你要如何做这些呢? 很多基督徒是失败的 很多基督徒是受挫的 我会很难过 根据格里汉 98%的基督徒生活是受挫的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得到数据 他们没有能力 很简单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没有降服于圣灵 你看圣灵赐予你能力 《十字行传》一章八节 圣经告诉我们 大家一起读 你将得着能力 你从这里得到炸药这个词 炸药 你将得着炸药 你在生命中有能力 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现在有一个问题 你有圣灵吗? 有或没有呢? 圣灵赐予你能力胜过罪恶 但是你需要降服于它 因此我今天希望你记住三个重要词 第一个 要忠心到底 你要甚至圣灵而行 要从大卫学到功课 第一 依赖 当你靠着圣灵的能力而行时 你是依赖于圣灵 我会从大卫的圣灵给你展示 第二个 最重要的 悔改 如果你不学会悔改 你如何复原呢? 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悔改 因为很少牧师会讲悔改的信息 如果你看所有的信息 全都是讲感觉良好的信息 你制造肤浅的基督徒 你需要学习 从神学上讲什么是悔改 然后是真正的悔改 会带来敬拜 三摩尔基上十六章十三节 当他还是少年的时候 当他还是年轻的男孩 是圣经 告诉我们 三摩尔就用脚里的高游 在他诛胸中告了他 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 就大大的感动大卫 圣经 告诉我们 当大卫被神选中之时 神将他奇妙的同在赐给他 这就是他的圣灵 你知道圣经中的一些事吗? 神的灵赐下能力来服侍他 赐下能力来见证他 赐下能力来生活 一个人 甚至圣灵而行有哪些表现呢? 你知道 当你被少年掌管的时候 你的自信在于神不在于自己 是一种依赖于神的生命 当大卫还是青少年的时候 他能够面对哥利亚 你知道哥利亚有多高吗? 多高? 我建议你看一看油管的视频 你看看巨人们 他们找到你真正的巨人 圣经并没有夸大其次 当圣经讲到他们是巨人 哥利亚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强壮 高大 你知道每个人都惧怕哥利亚 除了大卫 为什么呢? 因为他靠着圣灵而行 看看大卫是怎么说的 大卫对菲律师人说 哥利亚 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铜鸡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全之耶和华神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 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既然耶和华必将你叫在我手里 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 以色列中有神 当你靠着圣灵而行时 你是以神为中心的 定精于神的 你对神充满的信心不是自信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圣 不是用刀 用枪 因为真正的圣败全在乎耶和华 朋友们 在你的生命中 早晚你会遭遇困难 生活中 会遇到阻碍 我们把它叫做哥利亚 有多少人现在在生命中有哥利亚的 你的哥利亚 不是你的岳母吧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哥利亚 是吗 有些时候人是我们面对的难题 有些时候可能是你的领导 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你自己 无论如何 你生命中都有哥利亚 现在你要如何面对他们呢 就如同大卫所说的 我自己不能 但是神可以 阿们 那么让我问你 哥利亚高大吗 神是不是更高大呢 神是不是你的哥利亚更高大呢 那好吧 不要害怕 这就是大卫 他能够胜过哥利亚 有些人有癌症 有些人有经济困难 我知道因为我们为人祷告 我为你们感到难过 但我是有个好消息给你 神比你的困难更大 你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行走 你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行走 降服你的巨人 降服你的哥利亚 当大卫年轻的时候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我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你靠着圣灵而行 你是会祷告的 你依靠神 我说依靠是什么意思呢 当大卫逃跑的时候 他这样遭遇困难 你知道谁来抵挡大卫吗 他自己的导师 扫罗王嫉妒他 现在让我让你想象一下 你是菲律宾大众的头号公敌 只是举个例子 头号公敌 政府的全部力量 军队 警察 他们都只有一个使命 就是 杀掉大卫 大卫能够打败 哥利亚 他能够胜过对王的惧怕 有些时候你的生命中也有扫罗 他们背叛你 他们不喜欢你 他们想要摧毁你 这是大卫所经历的 他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祷告 当他逃跑的时候 他一直不断地求问神 他逃离扫罗王的追杀 但是我们一起来看 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去攻打那些菲律师人可不可以 他已经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 但是他依然愿意服侍神 耶和华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攻打菲律师人 拯救伊基拉 大卫又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再一次回应了他 你起身下基拉去 换句话说 大卫是一个哀祷告的神 我想让你读另一段 关于大卫的经文 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大卫躲藏在山洞里 他正在躲藏 有一天扫罗王要去小解 扫罗王去了以色列最大的卫生间 那是最大的卫生间 那是一个山洞 他去到那个卫生间 他不知道大卫也在那个卫生间里 但跟随大卫的人看到扫罗在卫生间里 你知道他们告诉大卫什么吗 然后我们杀了他吧 但注意大卫是怎么说的 因为主的缘故 我万不敢伸手害他 你看他的动机在于逃主喜悦 我的主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大卫说即使是触摸他的衣服 也是错误的 即使触摸他的衣服也是错误的 你看大卫大大的尊荣神 扫罗王被神所高谋成为以色列的王 大卫还说只要他是主所高谋的 即使他是一个坏王 他变坏了 大卫说我也不会杀他 圣经告诉我们 苦难吸引人归向神 当你遭遇苦难时 你会变得敏感于对神的依靠 难道不是吗 有癌症的人 有经济困难的人 有生意困境的人 有婚姻问题的人 他们开始祷告 但一旦你的问题解决了 一旦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当一切如意顺利的时候 我们的倾向是什么 是自我满足 自我依赖 这就是发生在大卫身上的事 这发生在大卫已经五十多岁的时候 他三十岁的时候成为以色列王 让我重复一遍 他年轻的时候逃离少罗王的这里 他作为一个年轻人 他一直流离逃跑 神必须训练他成为一个好王 他在三十岁的时候成为王 现在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来到他权力的制高点 他已经拥有了一切 现在我也要警告你 你知道人们为什么会陷入不道德吗 为什么人们陷入罪中 当你变得粗心大意识 当你变得自满时 事情也真是这样发生的 那发生在春天 那是王应该初衷打仗的时间 大卫差遣约亚 以及他的陈朴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他们打败亚门人 围攻拉巴 顺便说一下 拉巴今天还在 如果你去到约旦 那是真实存在的地方 那是真实存在的地方 但是大卫留在了耶路撒冷 当夜晚来临 大卫起床 在王宫的坪顶上游行 在坪顶上 他看到一个夫人牧女 而且容貌甚美 大卫就差人 打听那夫人是谁 有人说她是乙莲的女儿 赫人乌里亚的妻子八十八 就是这里 大卫不应该再次打住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大卫知道八十八是谁 大卫知道八十八已经嫁人了 他还知道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她是乙莲的女儿 谁是乙莲 好吧 让我给你看一个表格 大卫知道八十八已经嫁人了 她是乌里亚的妻子 第二点 乌里亚是大卫其中一个大能的勇士 乌里亚是个中心的人 她愿意为大卫而死 她是大卫的心腹 八十八还是乙莲的女儿 乙莲也是大卫的心腹之一 不仅如此 她还是亚西多夫的重孙女 换句话说 八十八源自王族 是有名望的 是有名望的 是受尊敬的 大卫应该在这个时候说 好吧 这太糟糕了 我亲信的妻子 我最亲近参谋的曾孙女 但是你看 最蒙蔽了你 你可以与神同行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 如果你不守护你的心 你将会做出一生最糟糕的 你知道大卫做了什么吗 他做了一个选择 他的选择是什么 一起来读 大卫差人去 将妇人接来 他来了 大卫与他同房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他就怀了孕 你知道我多么希望 我有时间机器 我会回到过去 我会告诉大卫 大卫 在你向你的欲望让步之前 在你向那个试探让步之前 让我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事 你知道因为大卫的罪 他遭遇了什么吗 记住 赦免和罪的后果是两回事 大卫的罪有哪些后果 八十八怀了孕 还有什么 大卫不得不开始掩盖 当你犯奸淫的时候 你所要掩盖的不只是一件罪 当你掩盖的时候 你需要撒谎 然后你撒谎的时候 你现在要做什么呢 你必须设计谋 你必须击哄人 然后大卫发生了什么 他不得不设计一个阴谋 最终他还得杀人 你必须要杀害你最信任的人 这对我来说是痛苦的 一个人为何要做这些呢 这还没有结束 因为如果你读圣经 大卫罪的后果 你需要知道什么是悔改 悔改带来饶恕 但是那并不会挪去罪的后果 你知道因为大卫所做的 谁死了吗 他的女儿被强奸了 他的儿子暗嫩死了 他的其他儿子 亚沙龙起来反叛 导致了内战 亚沙龙也被杀了 然后他其他的儿子 亚多尼亚也被杀了 因为一个罪 整个家族都承受连带的伤害 这个家族无法破镜重圆了 但大卫犯了罪 并掩盖尸 神有没有对大卫说话呢 有还是没有呢 你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一点 诗篇 三十二篇 请看诗篇 神对大卫讲话 大卫说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就整天哀哼 一只骨头摔残 因为你的手 昼夜重压在我身上 注意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他没有认罪 他没有悔改 圣经说 我的身体也受了影响 很多人身体有问题 却没有意识到 这根本的问题是属灵的 这就是大卫 整天哀哼你的手 神的手在抵挡大卫 神在对大卫说话 圣经告诉我们 我的经历耗尽 朋友们 我从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 可以喜乐的 成功的活在罪中 让我再重复一遍 我的一生中 我的一生中 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基督徒 可以成功的犯罪 却没有烦恼和痛苦 作为神的孩子 其中一个确据就是 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感觉糟透了 是不是呢 那你为何会感到糟糕吗 因为神的灵在你里面 当你不再感到糟糕的时候 我都害怕你 或许你并没有神的灵 主所爱的 他会怎样 管教你 你知道神做什么吗 因为神特别爱大卫 他差遣拿单 看看这节清文 圣经告诉我们 三国教肖 耶和华差遣拿单 你知道神为何差遣拿单吗 现在我让你想象一下 你是拿单 你看到王在犯罪 还是看到你最好的朋友在犯罪 你会做什么呢 你知道我为拿单而感谢神 拿单冒着生命危险 冒着整个未来的风险 而面对大卫 你们多少人生命中有拿单这样的人 我的朋友 我感谢神 我生命中有许多拿单 我允许他们 纠纵我 你们中有一些人生命 有没有像拿单这样的人 你不属于任何小组 你需要有人爱你到一种程度 他们愿意冒着失去朋友关系的危险 你看很多时候 当我们看到医生现在最终 你静默不语 你知道你为何静默不语吗 因为你爱自己 胜过爱你的朋友更多 你还怕你的朋友会拒绝你 因为你并不真的爱他们 你只是爱你自己 神告诉我们要彼此帮助 你生命中有拿单吗 我赞美神 在CCF 我们有一个体系都则制 我告诉你 每一次拿单进入我的生命 他们纠纵我 总是会很痛苦 我从来都不喜欢听纠纵的话 但当我被纠纵的时候 我就有所学习 只是保持静默 你要拿单对大卫说什么 很直接 拿单告诉大卫 是你犯了罪 因为拿单想到一个很好的故事 来感动大卫的心 拿单祷告了 我该怎么跟王讲呢 拿单想到一个特别棒的故事 他讲了一个家庭的故事 一个贫穷的家庭 只有一只羊 每个人都喜欢那只羊 他们与这只羊同吃 他们喂养这只羊 然后他们有一个邻居很有钱 这个邻居有一个客人 当客人来的时候 这个邻居没有杀掉自己的羊 这个邻居抓起了贫穷人的羊 并杀了他 杀了他 当大卫听到这个故事 要记住大卫曾经是个牧羊人 他很生气 他说这是不对的 夫人必须死 然后拿单说 老板 你就是那个人 你要当大卫听到这个 我想让你听听大卫是如何回复的 大卫说我有罪了 哦 今天第12章第13节 大卫对拿单说 大家一起读 犯了罪 用希伯来话来说 就只有两个字 非常简单 我犯了罪 没有任何理由 然后拿单说 祝耶和华已经挪去了你的罪 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 他立即饶恕你 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了 你必不至于死 只是你行这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 大得亵渎的机会 故此你所得的孩子 必定要死 是有一些后果的 圣经告诉我们 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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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了 我想让你看看他的祷告 他是如何悔改的 很简单 你想要学习如何悔改的吗 很简单 只有四点 承认你的罪 第二点 承担责任 不要责怪别人 承担责任 第三点 接受后果 第四点 知取神的赦免 我是什么意思 看看他的认罪 他承认了 一起来读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 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的过分 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 你看大卫认识神 大卫知道神的赦免 不是在于他的 你得赦免的基础是神的恩典 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我知道我得圣明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配得 而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慈爱 看看他的祷告 按你丰盛的慈悲 我的朋友当你犯罪的时候 撒旦告诉你 神恨你 你已经完了 不是的 神在等待你 神在等待你 认罪 去承认真正的悔改 按照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 因为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悔改是来自 这个词 这个词有两个字组成 变化和改变 Noya 是思想 你改变你的思想 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一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有些人会悔改 不是因为罪 而是因为罪的后果 他们很难看 他们被暴露 他们被抓了 他们失去了工作 那是不够的 你悔改是因为你的思想 你意识到你得罪了神 所以真正的悔改的意思是 真正的悔改 是一种改变 大家一起读 悔改是心意与行为的改变 带来一个新的方向 跟从你自己到跟从耶稣 所以悔改就是很久以前 我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朝着我的罪 然后主向我说话 主使我认罪 我改变了 我现在跟随耶稣 悔改不是完美 你不是说自己永不再犯罪 而是一种方向的改变 思想的改变 认识到罪的可怕 最影响你的心灵 为什么呢? 因为罪最终是抵挡神的爱 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你在伤害爱你灵魂的那一位 你知道你应该多久悔改一次呢? 你知道悔改是一个命令 也是一件礼物吗? 让我再说一次 悔改是一个命令 也是一件礼物 它是一个命令 神告诉我们 使徒行转二章三十八点悔改 你们个人要悔改是一个命令 奉耶稣基督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这是一个命令 同时这也是一件恩典的礼物 让我们看看这件礼物 使徒行转一十一章十八点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于神 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的生命 你看神的恩典 将赐予你能力悔改 所以悔改是一个命令 同时也是叫神恩典的作为 阿们 所以你应该多久悔改一次呢? 让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你应该多久悔改一次呢? 看看这句名言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耶稣 对信徒的整个生命的悔改 的旨意就是悔改 哇 你的整个生命 必须是一个悔改的生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使的 是公寓的 必要说明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看基督徒的生命 是一个悔改的生命 你可能不需要再为奸淫悔改了 那撒谎呢? 那怒气呢? 还有苦毒呢? 还有指责的灵 还有流言蜚语 还有对金钱的热爱 不尊重 你每一天都需要悔改 悔改不是一生一次的事 是每一天的事情 当圣灵责备你 你说主啊我做错了 停止悔改的基督徒 就是停止了成长 所以我的朋友们 悔改的尽头 其实就是敬拜 你知道为什么? 你将会敬拜神 因为悔改改变你的人生的方向 你被神的爱所触动 你最后来敬拜神 那什么是敬拜呢? 大家一起来读 敬拜是我们对神的所事 所做 以及他将要借着我们 被我们所做之事的正确回应 经历饶恕的人 会有喜乐 有平安 因为神为我们所做的 神已经赦免了我们 你会可目敬拜他 我们来看诗篇 第五十一篇 大卫是如何经历敬拜的 要记得没有敬拜的悔改 还不是真正的悔改 看看他的经历 因为他悔改和说明的祷告 诗篇五十一篇 十节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他明白了 罪是从心里开始的 使我里面重新有种植的灵 一个新的灵 你需要一个心心吗 你需要一个心灵吗 你祷告 求你使我 仍得救恩之乐 你看他经历了喜乐 赐我乐意的灵 扶持我 朋友们这就是基督徒 以圣灵为中心的生活 借着神的灵 神赐予你喜乐 他不仅要给你喜乐 他也给你一个乐意的灵 然后他说 我就把你的道指叫有过分的人 你被赦免是要祝福其他人 罪人必归顺你 然后你知道他如何给诗篇五十一篇结尾的吗 看看他说的 主啊 请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 祭武 若喜爱我就献上 凡祭你也不喜悦 大家一起读 神所要的记就是忧伤的灵 神那忧伤痛悔的心 你 必不轻看 你想要忠心到底吗 你想要忠心到底吗 那就要学会悔改 当你悔改的时候 你带着破碎的心 来到 主的面前 你向神献上敬拜 主啊 我在这里 这是我破碎的心 这就是谦卑 谦卑 将向神献上一个破碎的心 和忧伤的灵 被罪的可怕所破碎 圣经告诉我们 神喜悦 这种敬拜 你看神不喜悦 肤浅的敬拜 人们常常以为敬拜 就是来到这个地方 赞美神 你歌唱 朋友们 我想要更深入一些 你想在你的生命中 忠心到底吗 你从心里敬拜神 这种从心里敬拜神的方式就是 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你向神 诚实无畏 主啊我喜好犯罪 但我知道那是错的 请改变我的心 请求神来改变你的心 请求神打开你的眼 看到罪的后果的可怕之处 你正在摧毁你自己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在摧毁他的爱 你知道神在最后 会对大卫说什么吗 我们一起来读 在大卫生命的最后 你知道神是如何描绘大卫的吗 我记得神也会这样描述你 主要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 我寻得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是和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神描述大卫为和他心意的人 虽然他也很愚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大卫悔改了 大卫开始的很好 却犯了愚蠢的错误 但他却借着悔改 恢复了一切 你也可以忠心到底 看看神是如何描述大卫的 大卫在世的时候 遵行你神的旨意 你想要神也这样描述你的生命吗 在你生命的最后 在你的墓碑上 我祷告神会写下 某某先生 某某女士 和神心意的男人女人 他遵行我的旨意 在他的时代服侍我 朋友们 你能忠心到底吗 是的 你如何忠心到底呢 你靠着圣灵的能力而行 完全依靠神 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悔改 然后敬拜神 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为这群男人女人祷告 他们今天已经决定 不管他们过去做了什么 不管他们做了多么可怕的事 请你让他们知道 你已经赦免他们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 为他们的罪而死 让他们有确据 你不再纪念他们的罪 赐给他们一颗谦卑的心 让他们明白罪的后果 让他们继续谦卑 让我们持守圣洁 最重要的是主啊 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你 所以我祷告你帮助每一个人 过一个敬拜的生活 不只是沉浸在过去 而是服侍 期待服侍你 使其成为一种敬拜 从今天开始每件事都如此 主耶稣让其成为一种敬拜的行为 因为我们爱你 因为你爱我们 祝福在这里每一位 以及那些在菲律宾 在全球献上聆听的人 亲自触摸他们的灵 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 我们向你献上一颗忧伤痛悔的心 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喜悦我们的敬拜 如果我们真常的献上 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 阿们阿们 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